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阵容太惊艳 黄轩、王一博、宋倩、风起洛阳定档 悬疑探案氛围浓 近日 电视剧《风起洛阳》的发布会在华夏古多洛阳举行 作为该剧的主演黄轩、王一博、宋倩等主创团队全部出席 同时 洛阳还是王一博的家乡 可谓是用实力和实力行动为家乡宣传 河南是真的火 前有河南卫视舞台真正读懂中华之美 唐宫夜宴到水下落神水赋 再到 团宗五千年 在中华文化宣传这块别出心裁 杀疯了 而电视剧《风起洛阳》的发布会 又将河南洛阳成功推出 让更多的人再次了解十三朝古多的文化底蕴 01定档12月1日 爱奇艺独播 古庄悬疑剧《风起洛阳》将于12月1日上线爱奇艺独播 作为网剧与观众老爷见面 想一想还是很让人激动 从曝光的预告和海报来看 场景和浮化道颇有唐朝盛世之美 唐风气韵十足 不少书迷和粉丝们都等着这部剧的开播 《风起洛阳》该剧改编自马伯雍小说洛阳 由黄轩、王一博领衔出演男主 宋倩领衔出演女主 而宋义作为特别出演 永梅特邀主演 刘端端特邀出演的古装悬疑剧 此外 还有张夺、张力、张希林 高曙光、施宇、宁文童、冯辉等演员特别出演 定档预告已经发布 《霞中剑》系列和《龟藏凤》的海报深深吸引住了网友的心 《浮化道》的精美、快意安愁洒脱的武打动作 以及《危机四伏》的诡异氛围 将悬疑的氛围拉满 开启沉浸式悬暗魅云 此前 《长安十二时辰》也是来自马伯雍的作品 《浮化道》、剧情 观众的口碑都很不错 《风起洛阳》通过五周时期的洛阳悬暗拉开序幕 讲述了洛阳一群不同身份阶层的联合起来破获悬暗的故事 黄轩饰演生活在洛阳底层的不良人高炳竹 牵扯进案件成为了一名嫌疑人 为了洗脱悬疑 寻找真相的过程中 遇见王一博饰演的百里红毅 一个是为了洗脱嫌疑 一个是寻找父亲服毒自杀的真相 两位男主一拍集合展开合作 而宋倩饰演的是世家出身的那位武思月 故意接近高炳竹是为了调查 随着案件不断深入 发现了一个毁灭神兜的惊天阴谋 02主创团队阵容豪华 新老演员合作不拉胯 从曝光的预告片和海报看 演员黄轩饰演的高炳竹表面颓废 但眼神睿智豪气肆意 还带着江湖豪侠的气质 是个有个性的角色 而戏外 科班出身的黄轩演戏 除了在偶像剧中栽过跟头 最惨的一部就是杨颖合作的创业时代 差评铺天盖地 把积攒的好评一扫而空 但是一旦让黄轩接证据 脱贫剧山海情 古代传奇剧女一鸣飞船 电影乌海芳华妖猫船等等 演员的魅力剧回来了 另一位男主王一博这次也是大胆尝试 作为飞科班出身饰演白李鸿逸 虽然演员经验不适很多 成名作陈晴玲也是凭借人设出圈 但是王一博本人十分低调 相信通过与优秀的老戏骨盒 能学到不少东西 提升演员演技 相信演技也不会太差 说到飞科班出身的还有女主宋茜 这些年从偶像歌手转变为演员 担任女主出演了不少电视剧 演技口碑都不差 还出了不少爆款剧 合作过庆余年的宋毅和刘端端 这次在风起洛阳中 宋毅饰演白李鸿逸的妻子柳然 设定与白李鸿逸先婚后爱 刘端端饰演东川王 目前还不知道是个怎样的角色 庆余年里的二皇子还是非常有趣的 永梅作为特邀主演 曾是柏林影后 在风起洛阳中饰演圣人一角 此外还有不少老戏骨 阵容豪华 实力派演员与历史古多底蕴的融合 给观众带来视听极佳的体验 同时也给这部剧演技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03主角团单元剧推理悬疑 老剧的感觉回来了 从曝光的故事线来分析 电视剧可能是采用单元剧的叙事方式 通过一个个的单元故事 环环相扣 一步步进行故事反转 主角团的组合推理 通过黄轩饰演的高炳竹 和王一博饰演的白李鸿逸 两人相互协助 再加上五四月 谜团越来越清晰 事件的真相越来越明朗 单元剧的风格 有老剧纳未了 经典悬疑老剧莫过于神探敌人杰 少年包青天大宋提行官 现代剧六岸重组等等系列 可谓是最经典中的经典 悬疑 探案 人性三者间的探讨 非常领人深思 在角色上 黄轩和王一博 设定有点偏双男主 像极了敌人杰和元芳 包拯和公孙策 一文一武 星星相惜 共同合作探索案件的真相 保护百姓安危和天下太平 如今 像风起洛阳这样的单元剧 拍摄的并不多 三生三世火了之后 市场更多喜欢玄幻仙霞题材甜宠剧 也可能试探案悬疑本身就不好拍 也不好演 拍得好的剧情就一环扣一环 剧情紧错 拍不好就是主角团全员智障 悬疑题材不得不说还真的挺难的 期待12月1日封 启洛阳上线网络平台首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